你们自己先适应一下 苏到底拉了苏灵 便朝阁楼走去 怎么样 你们都傻了吧 你们现在知道 我家主子多厉害了吧 能把你们从那个暗无天热的地方 瞬间带到这里来 不可思议吧 神奇吧 他 真的是我们郡主吗 可是郡主身形不是那样的 我觉得我们不会 我说你们几个 我可是为你们操碎了心啊 本来主子交给我的任务 只是打探消息 我都想着把你们救出去呢 你们怎么能这样 还不理我 哎呀 我们现在没空理你啊 青山哥他们都受了伤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人 他到底是不是我们家郡主 我们真的没空 你先别烦我们行吗 千玄机的一张脸都发黑了 但是看那几人都陆陆续续的坐了下来 看起来状态真的不太好 并也决定不对他们发火了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我家主子肯定不是你们那个什么郡主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知道不是啊 刚才他明明就拿着我家郡主的鞭子 而且还认识我们 那也肯定不是 主子为什么会认识你们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原本是遥光村的一名农女 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学了一身的医术 在桃花村开了个医馆 当然他的毒也特别厉害 你胡说 这根本就不可能 怎么会是农女呢 农女怎么会医术 我没听说郡主会医啊 他那时候不是就喜欢出去玩 到处跑吗 是 看来我们真的搞错了 他不是郡主 郡主武功高强 之前那块巨石虽然很大 但是对郡主来说也不该受伤啊 你看他刚才还受了重伤 可是刚才苏灵的反应你们看到了吗 一句话 让其他三个本已经否定 苏昭帝就是他家琉璃郡主的人 又重新陷入了纠结 苏昭帝带着苏灵上了二楼 让他看到床上的秋月时 眼中有出浓浓的狂喜 郡主 这你居然把秋月也救下了 谢谢郡主 谢谢郡主 好了 现在我没时间跟你多说 你留在这里照顾秋月 他应该快醒了 我得出去 带着你们离开那流放之地 郡主 还有何事 郡主 这些年京都中一直都有人来拷问我们 之前本来侯府活下来的有几十人 如今只有我们六人了 对了 还有成叔 七人 若是我们不见了 怕是会引起上面的注意 连累到郡主的 我知道 我来解决 你照顾秋月 苏昭帝从空间中找了开锁工具 花了一番功夫 把几人手腕上 脑腕上的锁链 全都打开 郡主 这些东西 为什么还要 我得给你们 找几个替死鬼 苏昭帝快速从空间出来 然后看下四周 发现只有两个死人 而且 被砸得也有些血肉模糊 苏昭帝走过去 看了看山翔 应该差不多 快速把两副锁链 带在他们手腕 脚腕上 然后把他们的脸 用石头砸得更稀烂了点 弯这些 他躲到了一块大石头后方 犯人呢 还不快去找 这几个犯人要是丢了 你们的命都不一定保得住 那些官兵们 立刻四散开始寻找 苏昭帝混在这些人中间 悄悄地朝矿洞出口移动 我 统领大人 你来看 像是被什么力气给砍断 可是看起来又不像是力气 是不像力气 但是这锁链可都是特殊材质 一般的刀剑也根本卡不断 你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说 他们是被人救走了吗 可是他们若是逃走 又从哪逃的 外面除了我们 可还有谢大人的人看守 要知道这些年 那些人可是被 两人没再说下去 大爷 你来看 这里有两具尸体 这真的是他们 看来这次不知道 怎么跟主上交代了 苏昭帝在矿道里 又找到一具女士 也做了一番伪装 他从矿洞中出来 赵将军 里面的犯人最好都还在 若是逃跑了 你这责任可就大了 那里面都关着什么人 我想你很清楚吧 这里是本将管的 犯人自然也都归我管 你们回去告诉谢大人 不要太过僭越 赵将军 我家大人本就拥有监督之权 因为你的疏忽 让朝廷丢了中央的犯人 这可是重罪 这里还轮不到你一个 小小府兵统领来教训老夫 带着你的人 立刻给我滚 好 我会把今日之事 以丝薄露地报给我家大人 说完 便带着那些府兵离去了 嘿哥们 这犯人都抓到了吗 没有逃跑的吧 看刚才将军好像很生气 将军生气 那不是对我 是因为那个谢大人 也是没办法 谢大人拥有监督之责 在这里作为做福多少年了 谁没受过他家那些人的气 谁敢说什么呀 哎 我们还是赶紧找人吧 听说这次混乱 逃出去很多犯人 虽然抓回来不少 但跑掉的也有一两百 不过这矿洞里 好像关着什么重要的犯人 将军跟统领大人 他们都亲自来了这里 哎 我们这是什么命啊 怎么还遇上着这种事 刚才那矿山 就要跟塌了似的 就是啊 太吓人了 不过好像 很快又没事了 两人一边说着话 一边寻找周围的尸体 还有逃跑的囚犯 第二日 继续寻找 第三日是 好像全都开始放松警惕 苏昭帝知道 自己的机会来了 夜幕降临后 苏昭帝在他们所居住的 屋子里的油灯里 放了迷药 所以官兵们都睡得非常沉 他则悄然离开 你来干什么 将军的命令你不知道吗 现在都不许回家 大哥 你通融一下吧 我 我这是没办法呀 家里有个摊在炕上的老娘 一直都是我照顾 我这不在 我娘就得饿死呀 大哥 求你们通融一下吧 那官兵不知道是看在银子的份上 还是真的同情他的遭遇 神情间居然有了一丝松动 你想干什么 将军已经下令 再没把犯人全部抓回来之前 所有人都不得离开那场 你难道不知道吗 赶紧回去 不着地只好又拿出几两银子 塞给那人 大哥 你就通融一下吧 我不回去 我老娘饿死了可怎么办 我娘本就是身子不好 没几年好活了 我要再不好好地照顾她 我 我都觉得我不孝啊 大哥 求你了 通融通融吧 我给我娘这次多做点饭放着 就算凉的 冷的 她自己能吃上一口就行 我很快就回来 你既然不听劝 那我们就只好把你先抓起来了 说不定你是什么奸续呢 既然你们不想活了 那可就不能怪我了 是你 你真的是奸险 惆死 他们纷纷便要出手 却在下一瞬间 感觉身体无力 大脑开始昏沉 扑通扑通的声音不断响起 守城门的二十个人便纷纷倒下 足道地眼神凉薄 手起刀落 一个也没有放过 既然他们已经没有威胁 你何必还要他们的性命 是你 你要阻我 还是要帮我 我并不想阻你 只想提醒你 今日这里的事 一定会牵连到一些人 不过或许 那些人是愿意的 这话何意 既然城门已开 你便走吧 但你身上杀气太重 无辜之人 何必取他们性命 无辜 他们哪里无辜了 苏昭帝想到来这里所见 想到秋冤的满身伤寒 想到苏灵他们被锁链锁在矿洞中 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这些人 哪里无辜 你救我两次 这份钱我记下了 若他日有用的找我的地方 仅可来寻我 上刀山下游锅 我绝不推辞 主上 陈中情况如何 赵将军已经被完全牵制住了 虽然他身边还有些忠心之人 但却无法改变什么 谢空已经上报朝廷了 对名是丢失罪犯 并且参赵将军跟北延有勾结 那侯府的那些人呢 清竹上责罚 全都死了 有的死在矿洞中 有的死在外面 死了 全都死了 两人点头 垂着头等待责罚 机名思索了一下 忽然朝着城门方向看去 好了 你们的任务结束了 责罚自己去阁中岭吧 说完 便迅速消失在两人面前 这 郭将军怕是约娥上兴了 哎 他们这些年也确实是没怎么管说好 才惹来这杀身之祸 苏昭帝速度极快的 一路出了外城 一直到上了洛霞山 他才进了空间 郡主 郡主 苏青山他们全都跑了过来 苏宁把苏昭帝抱起来 快步朝这阁楼内走去 郡主不喜欢我们碰他的东西 你们都忘记了 这座阁楼郡主没让我们进 我们还是在外面等吧 郡主受伤了吗 怎么样了 我没事就是脱力了 现在这具身体太瘦弱 力气不够 一路从城中跑上山 没力气了 郡主 您真的没受伤吗 苏宁 给我找被子盖上 苏宁 田地那边有茅屋 是之前种地的那几个家伙住的 你们先都住到那里去 不管有什么事 都等我睡醒再说 都照地连续两日没说过好觉 只是躺在榻上 没一会儿便睡熟了过去 你怎么会一点也不惊讶 而且秋月怎么也会在这里 郡主怎么样了 她受伤了吗 严不严重 都怪我们 郡主要不是救我们的话 怎么会搞成这样 我们活着 本来就是为了安宁侯府家来平凡的 可现在却连累了郡主 郡主没事 指着太累了 需要休息 我们不要打扰她 去那边说 她眺望着前方大片的田地 带着众人走了过去 苏宁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郡主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郡主明明很美 而且身材匀称 她看起来好瘦 她是郡主 陆家包换 这里是郡主的秘密 原本是只有秋月才知道的秘密 所以需要绝对的保密 如今郡主为救我们 把我们全部放了进来 郡主的脸为什么会如此 我也不知道 等郡主醒来再说吧 你真的确定她是郡主吗 我确定 她是 我们不需要多问 不要踏踏实实 跟着郡主就是了 几人全都若有所思 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 几人进茅屋走了一圈 我们估计要暂时住在这里了 你们自己挑屋子吧 苏招弟这一觉睡得特别沉 千玄都睡醒五次了 他还在睡 你们知不知道 主子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 你们现在拦着我 耽误了主子的事情 你们承担得起吗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什么事 主子现在还没醒 她很累 可是这都睡了两天了 再不醒身体也要出问题了 必须得把主子叫醒了 我觉得她说的也对 确实该把郡主叫醒了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 也该郡主拿主意 郡主 郡主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秋月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我睡了多久了 主子 现在都已经快生时了 我居然睡了这么久 已经第二天的下午了吗 我们得赶紧回到桃花镇 不能再耽搁了 现在已经是第三天的生时了 什么 第三天 我得赶紧回去 怕是那位井公子已经走了 郡主 请带着我们 不管要我们做什么 都请郡主吩咐 郡主 把您之前研制的解毒单 都给他们服用了 此时他们的功夫已经恢复了一些 不过因为常年被毒物轻人 还需要一些时日 才能彻底恢复 苏扎弟点了点头 苏宁跟夏禅 东陵 跟我走 苏青山跟苏灵 秋月 都留在这里 这个是一年的解药 看在你这次办事不错的份上 我给了你很大的信任 你也先暂时留在这里 等我们到了齐州之后 我会来找你 详细询问那个地方的事情 是 郡主 苏昭弟拉了拉东陵 跟夏禅的手 苏宁自然拉住夏禅的衣袖 便被苏昭弟一起 带出了空间 此时外面正是日落时分 你们说谢大人 为什么还不愿意放弃呢 要是还在山上 早就找着了 怎么还让我们半夜上山找呢 不过说来也奇怪 你说那个逃出去的人 到底是谁啊 他为什么要逃 我之前也想不明白 还有谢大人跟赵将军 现在可真的是剑拔弩张了 好了你们 大人让我们找就好好找 别说这些了 小心祸从口出 苏昭弟跟苏宁蹲在一棵树上 看着夏方从他们面前 走过去的一对人马 东陵 以后不许再喊这个名字 要记住 叫主子 这姑娘就行 主子 这些人找的应该是你 我们看来是瞒过他们了 那个谢坤 已经相信我们几个都死了 苏昭弟眯着眼睛 看着前方枯败的丛林 心中却觉得奇怪 他虽然尽量把几人的死 伪装得很像 但若是细心之人 或者是可以查看之人 应该还是会发现一些端倪 即便他可能不能完全确定 苏宁他们被救走 但也会怀疑他们的死 谢坤既然是京都派来盯着他们的人 怎么可能会那么不细心呢 为什么他们会确定苏宁他们死了 并且上报上去呢 没时间细想 那些人走了之后 苏昭弟几人就快速从树上跳了下来 站在山脚下 几人都长长的舒出一口气 东陵 跟不上就回空间去 我们没有时间休息 要快速回到桃花镇 不用休息的主子 我可以 我能跟上你们的 看着他水唇自己咬出来的血痕 苏昭弟点了点头 夏缠从袖中拿出一块手帕 过去给东陵擦了擦汗 又从自己腰间解下水袋 给他喝水 东陵仰头灌了好几口水 这才感觉全身有了力气些 苏昭弟也没有停留 远远的看到前方的摇光村 你们还是回空间一会儿吧 出了这个村子再出来 几人一证 不明所以 不过苏昭弟的命令 他们都会服从 出了摇光村 苏昭弟便进了空间 你们的容貌 我需要给你们稍稍改变一下 我们这次回去 就要立刻去齐州 那里的知府 我想等这次服饰过后 或许就要升官了 我们要回京都 你们跟在我身边 不能以这副模样 几人全都点头 楚萨 这个药水 我们并没有在人身上试验过 而且过了五年了 药水的效果 会不会发生变化 我们都不确定 生药给他们用吗 只够两个人 对 现在只够两个人用了 所以无法再找个试药之人 楚萨 我先来 夏缠也上前 你是女子 容貌毁了你的一辈子就完了 我一个大男人 毁了也没事 我来吧主子 他们都比我有用 以前在那个矿冬里的时候 一直都是他们在保护我 我永远都是那个 被他们护在身后的身 现在 我想我站在他们前面 苏昭帝的目光 在三人身上扫过 看向了苏宁 仰头 别人全是一惊 东灵还要说什么 被秋月一把拉住 苏灵跟苏青山则是扭开头 不想看着好兄弟出事 苏宁按照苏昭帝的吩咐扬起头 苏昭帝打开玉瓶 捏着他的下巴 把玉瓶倾线 一滴鲜红色透亮的液体 从玉瓶中露出 滴进了苏宁的鼻子里 接着是第二滴 第二滴颜色成绿色 翠绿翠绿的 在烛火中都泛着光泽 再接着是第三滴 第三滴液体则呈现黄色 一种灿烂的黄 如黄金一般的色色 第三滴液体 也滴进苏宁的鼻子里时 苏宁发出一声巨大的嘶吼 整个人开始在地上打管 苏宁 去拿绳子把它捆起来 若是成功 两个时辰后便有分晓 秋月 你看着苏宁 若是出什么问题 叫我就行 你知道怎么叫我 我能听得见 苏宁帝快到桃花阵的时候 听到了秋月在空间喊他 怎么样了 主子 苏宁晕过去了 满脸的血 口鼻中都在不断的溢血 苏宁帝神色一扬 快速便朝茅屋走去 他身上之前包扎好的伤口 全都裂开了 口鼻还有眼睛都在流血 主子 这 苏宁帝上前给苏宁诊脉 眉心一直簇着 人的心也都跟着提着 秋月 小环丹 秋月点头 快速从药箱中找出小环丹 朱省帝放进苏宁口中 强迫地咽下去 烧热水 给他泡药芋 他说完 便回了阁楼去配药 秋月跟在他身边 其他人则忙碌地在外面烧水 准备芋桶 都折腾了大概一个多时辰 坐在芋桶中的苏宁 终于不再抽搐了 竹子 不流血了 你看 苏宁他不流血了 应该是熬过来了 我现在好奇 苏宁的脸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了 拿帕子 把他的脸擦干净看看 我也很好奇 我的药水 能把它改变成什么模样 苏宁立刻去打了水来 沾满了热水的帕子 小心地给他擦拭脸颊 一定要小心点 他的面部骨骼才刚刚定型 千万不能用力按压 然后毁了他的脸 苏宁完颜 手就有些发抖了 主子 要不咱先别看了 我们 我们等他的脸长好了再看吧 没事 擦吧 当那血污被擦干净后 露出一张白净阳光的脸 这 主子 您这药水还能让人变年轻啊 现在苏宁看起来 可比我都年轻啊 他明明还比我大四岁呢 要不 给我也变一变吧 我一直觉得我比邱月老 我 闭嘴 被苏昭帝呵斥 苏宁立刻闭紧了嘴巴 不错 看来这药水 并没有过气啊 还是能用的 照顾好他 苏青山跟我出来 优越他们几个女子 全都在外面挡着 见苏昭帝他们出来 主子 怎么样了 苏昭帝对着几个人 笑着点了点头 还有一个人的份 你也来 是 主子 主子 我呢 只有一份药水了 如果给夏馋用了 那我的模样 你不能改变容貌 就留在空间里吧 这里也有事情要做 问我中药材 至于怎么中 邱月会进来教你 主子 我真的不能跟在你身边吗 苏昭帝的神色间 有了几分寒意 邱月见状 立刻拉了一下东陵 主子 我会好好教东陵的 他肯定也会好好学习中药草的 你们虽是我侯府中的人 我见到你们 也觉得亲近 但我要做什么 或许你们也猜得到 我安宁侯府几百口人 就这么一期间全死了 我自然是要讨个公道回来 所以我的身边 不需要多话之人 更不需要 不听从命令的人 这句话我只说一次 你们都要牢牢记在心里 但凭主子责罚 我记得 你们都是家生子 父母兄弟 应该也都在那场面门中惨死了 所以这个仇 不是我苏洛里一个人的 也是你们的 是我们共同的大仇 好了 都起来吧 在苏昭帝训去过之后 东陵再也不敢在他面前多说什么 你们来照顾夏馋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叫我就行 就着地离开空间 东陵 你性子单纯冲动 留在这里其实是最好的 主子要做的事很危险 外面其实并不安全 你其实是想说 我出去可能会给主子惹麻烦吧 主子究竟是什么用意 我们无法揣夺 不敢揣夺 不过东陵 夏馋 你们既然进了这里 知道了这个地方 那这辈子 注定是要绑在主子身边的 主子的为人 你们也该好好了解一下 为人 我们的郡主 我们之前就是切身伺候郡主的呀 我们东陵在夏馋 跟秋月的目光下 声音小了下去 秋月姐 你是说郡主他 主子跟郡主 是不一样的 你们以前所了解到的 只是安宁侯府那位顽劣郡主 在京都中 人人鄙夷 惧怕 厌恶 可是那外面的郡主 跟我们眼前的主子 是不一样的 或许说 郡主 只是主子的一面而已 作为郡主时 他都说一不二 作为主子时 更不会允许别人的任何反驳 会严禁于此 夏馋 跟东陵一样 只在侯府时 伺候过塑造地 他在京中都是一霸 侍女 近一身护物们 都曾跟着他作威作福 所以东陵在他面前 才会那么随心所欲 此时他们却发现 眼前这个郡主 跟曾经那个 带着他们抢民男 打架逛青楼的郡主 是不一样的 作到这层空间出来 外面天色已经蒙蒙亮了 主子 你回来了 程叔呢 起来了吗 还有昨日那位景公子 是否来找过我 程叔应该还未醒 昨日那位景公子是来过 为你何时出发 可是当时主子不在 我就说主子出诊去了 路程有点远 夜间可能回来 然后呢 那景公子的小丝有些生气 说是主子你不守信 既然不在 就让您自己走吧 不过那位景公子 却似乎脾气很好 说再等你一天 若是晚间主子回来 就跟他说一下 可是主子昨夜也没回来 我就没派人过去 准备今早去跟人家说一事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云柔云和跟乳母 还有你都留下 这几日 楚大夫跟小楚大夫 在医馆看证如何 小楚大夫的医术 大家本是信不过的 但是楚大夫坐镇 两日下来病人们倒没了最初的抗拒 那就好 他回了自己的屋子 收拾了一番 然后到院子里来洗漱 发现成叔 已经在院子里练拳了 成叔 我们一定会再次回到京都 你说什么 苏昭帝缓步走到他面前 望着他 一字一顿的道 成叔 我们安宁侯府的大仇 我一直都没忘记过 我们该回京都了 成叔的眼睛 一直都是呈现呆滞状态的 他就那么看着苏昭帝 眼中有期待 有惊喜 有彷徨 还有一种深深的怀疑 苏昭帝忽然摆动身体 熟悉的招式 刚猛的力道 这是他曾经教过小郡主 跟小世子的武功 郡主虽是女子 可是招式 出招的威力 就要比世子强很多 你 成叔 是我 不管我如今是什么模样 但我都是苏洛里 那个京都中 人人畏惧又厌恶的琉璃郡主 那是他们都不了解我们家的小郡主 我们家的小郡主明明很善良 善良才会被人欺辱 被人算计 成叔 安宁侯府的大仇该报了 成叔依旧觉得不真实 他把苏昭帝又上上下下的打了好几遍 拉着他进屋 关上门后 急切的 郡主 你真的是郡主 苏道弟想了想 伸手一拉成叔 便带着他进了空间 你们 你们俩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苏青山跟秋月也激动的落泪 尤其是秋月 他逃跑 也是因为成叔许久没出现 他们以为成叔出事了 所以才急切的想出来打探消息 成叔 你没事 你真的没事 成叔 你没事真的是太好了 你许久都没出现了 我们一直以为你出事了 怕郡主难受 一直没说你的事 没想到郡主居然找到了你 是小郡主救了我 没有他的话 我估计真的已经死了 成叔 你打听到小世子的下落了吗 本来我找到了小世子 可是就在我准备把他带出来时 顶度却突然来人 小世子被转移了 我多方打听 但却也没能再打听出小世子的下落 苏昭帝捶 手紧握成拳 一拳栽在前方的一棵树上 郡主先不要忧心 我虽然没能找到小世子的下落 但我知道 世子现在肯定还活着 如何得知 我之前去囚禁小世子的地方查过 其中有一个监工的官兵 说小世子被带走时 他当时在场 好像听那些人说 要用小世子牵制什么人 说他是一张底牌 后面的话 成叔不用说 苏昭帝也明白 可是他却不明白 他的弟弟能牵制什么人 说是以前 安宁侯府风光时 侯府世子确实贵重 可是如今 他除了给那些陷害侯府之人泄愤 还能用来牵制谁 如果他不是重生的话 他会认为他们是想用小弟来牵制他 可他是重生之人 不可能有人知道他还活着 那他们说的牵制之人 肯定就不会是他 不管如何 现在知道小弟还活着 苏昭帝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找他 成叔 你确定他真的被带离了这里吗 郡主 我亲自去看过 不会错的 好 我们就先去知府大人家里做客吧 因为京都之人 可以来抓成叔 所以苏昭帝要去骑猪的话 肯定不能带着他 于是 便把他留在了空间里 苏宁跟夏禅都换了面容 周悦已经很爽露面 所以 也不会有人认识他 他们三人都跟着苏昭帝来到了外面 作为他的贴身护卫 跟丫头 陈时快过的时候 转方警便上门了 这也叫医术高超 说每日来看病需排队 可是公子你看 排队的一宫也没几个人 这你可说错了 每日来看病的 可不是只有这几个人 而是苏大夫啊 每日就看诊二十人 我们这些都是没排上队 等明日的号码的人 来福脸色有些翻绿 转方警也微微讶异 只看诊二十人 是啊 这苏大夫家里也忙 每日只有上午才看诊 对 看诊还只看二十人 过了五十啊 他就不看诊了 这医馆就只卖药了 可惜啊 最近都是楚大夫 跟小楚大夫在座堂 这苏大夫不知道要忙什么 都不看诊了 众人七嘴八舌的 跟转方警说错道地的事情 但转方警对他是越发的好奇 是转公子吧 我家姑娘请您进去 我家公子亲自上门 你们苏大夫 来福 转方警呵斥了来福 我家姑娘在后院等您 请阮公子跟我来 实在是刚才在忙 没能出去接阮公子 苏大夫客气了 你可是我爹请的贵客 不必如此多礼 仗查之后 又攀谈几句 几人便一起从医馆的正门离开 苏昭帝叮嘱和爷跟楚大夫 帮他看顾好医馆 并且让和爷隔个三五天 都要去昭阳书院 看看苏远青的小罗 和爷都一一硬下 苏昭帝这才离开 苏大夫 若是不介意的话 上我的马车吧 七周路途虽说不远 但也需要两天的时间 我这马车舒适一些 谢谢阮公子好意 不过我这马车也做习惯了 不碍事的 秋月先上了车 夏禅则扶着苏昭帝 帮他上马车 转方警的目光 在夏禅的脸上停留了一瞬 眼中有着一傻而逝的惊艳 公子 你看上他家那个小丫头了吗 等到了我们府上 倒过来就是了 我想那苏大夫也是个失去的 倒确实长得不错 相比于京都来的那位 赫家三小姐 都要出众几分呢 真不知道那位苏大夫 是怎么想的 她明明长得那么丑 居然还买了两个 那么漂亮的丫头 是不是衬托得自己 更不堪吗 转方警也很不紧 因为据他所知 一般关家小姐身边的丫头 都不要容貌太过出众呢 不安分不说 还会压了小姐的风头 大家以前的那位妹妹 转轻霜倒是除外 她喜爱诗词作画 不在意这些 而现在的那个妹妹 不知道她是得了什么病 竟需要母亲 从这桃花镇请大夫 夫人可能就是来这桃花镇 刚好碰上了这么一位女大夫 所以想让她给大小姐看看 毕竟大小姐之前 是受了不少苦的 这身子需要好好调养一番 转方警看着窗外 点了点头 便不再开口 竹子 您这都看了夏禅许久了 把她看得紧张得不得了 您还没看够啊 我只是没想到 我那药水居然有如此的生效 改变容貌不说 还能比之前容貌更深 秋月你发现没有 那位知府公子 看夏禅的眼神 都很不一般呢 哎呀 竹子就别打去我了 我不在乎我的脸如何 只要能跟在竹子身边 能为我后报仇 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花镇距离齐州市两天的路程 赶路一天后 他们在一个叫云山城的地方休息 秋月 发生了何事 竹子 是几个书生想要住店 不过这客栈房间已经住满了 那几个书生不肯走 正在跟店家交涉 看能不能给他们腾两间房间出来 志儿 这府市的日子要到了 继承也该去齐州了 他是我相公的一位堂兄 要参加这次的府市 他说着便站起身 开门走了出去 居然还真的是他 告诉一下阮公子 我们多余出来的那两间房子 我有需要 是 竹子 管家 苏大夫一路周车劳顿 你先给他们安排院子住下 梳洗休息之后 再见我爹娘 我到底点点头 跟阮方景说了两句话 先跟着刘管家 建了其中的一个院子 苏大夫这一路周车劳顿 很是疲乏了吧 您先休息一下 我去吩咐人给您准备饭菜跟茶水 刘管家离开后 柳经跟苏宁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苏扎弟才进了正房 苏扎弟进屋坐下后 秋月便提了一下茶壶 这茶壶果然是空的 竹子 他们这确实有些淡漫了 无妨 知府大人并不知道我们今日到 没提前准备也没什么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秋月 一会儿你出去打探一下 看看被接回来的转府的原来的大小姐周小桥 住在哪个院子 竹子 这屋子真的是什么也没准备 连个地龙都没点 现在是天气 太冷了 无妨 这软府啊 我们或许还要住好些日子呢 慢慢置办吧 俩人这正说着话呢 院子外面就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还人不少 苏宁已经站在了苏扎弟身后 柳青则朝门口走去 你是何人 我找苏大夫 你为何挡本小姐的路 柳青 放他们进来吧 你就是苏扎弟 我爹娘给我请来的女大夫 我是大夫 想必这位就是大小姐了 对 我就是阮青霜 阮家的大小姐 大小姐请坐 因为我这才刚到 茶水还未送来 怕是怠慢了大小姐 去看看苏大夫的茶水 怎么还没有送来 刘管家是干什么吃的 苏大夫是来给我看病的 他如此怠慢 难道是不想我的病好了吗 小姐别气 奴婢去看看 马上就回来 苏大夫 只要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我一定让我爹好好的谢谢你 你这位女大夫 就是想在齐昭开医馆 都是可以的 多谢大小姐了 不过我是医者 看诊需要望闻问妾 还未诊脉 能保证能治好 你不会也是个骗子吧 我娘之前请来的那些人都是骗子 根本就治不了我的病 还敢在背后议论我 你知道他们最后都是什么下场吗 大夫治病救人 若是能治 自然不会推脱 但若治不了 那也是有心无力 不行 我娘说你医术高明 在桃花镇很有名 你要是治不好我 你就是浪得虚名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夏禅 苏宁 柳青 都站在所照的身后 听了这些话 柳青下意识的就要上前一步 被苏宁不着痕迹的拉住了 大小姐莫要生气 我只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 一会拜见过知府大人跟夫人之后 我会去小姐院中给你看诊 现在我这也冷 小姐身子若不好 还是先回去歇着 嗯 你这地龙也没烧起来 真的挺冷的 我身子骨叫热啊 就先回去了 你可早点来给我看病 转经霜离开好 竹子 这 这那是知府家的小姐啊 怎么跟乡野村妇似的 粗俗不说 还如此嚣张 不必理她 收拾东西吧 我们可能要在这里住不短的时间 苏大夫 探盆给您送来了 饭菜马上也好了 您先歇着 帮我再准备一下沐浴的东西吧 我要沐浴 刘管家应了一声 便出去了 竹子 如何 可找到周小乔 竹子 我找到了你说的那位周小乔 不过 怎么回事 周小乔生病了 前两日跟这阮府的大小姐 好像发生了争吵 那位大小姐 直接把她推进了莲花湖 之后阮夫人给她请了大夫 总算没丢了命 这天寒地冻的 掉进水里 那是个什么模样 说着阿弟都能想象得到 之后呢 她现在身子还没好 哪里能好 只剩那夫人在时 周小乔屋里才放了探盆 等夫人离去 探盆就撤走了 这样的天气 周小乔这病 比前几日更严重了 竹子 这周小乔是 她原本才是这府中的大小姐 软府中 或许有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你们多留意一下 夏禅跟秋月对视了一眼 其实还是不解 但就不敢问苏昭帝 一直到伺候苏昭帝沐浴完 两人从房中出来 这府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大小姐被那般对待 之前那个大小姐来找主子 小张无脑 周小乔如何 秋月想到那个躺在病态上 默默流眼泪的瘦弱女子 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弱可气 也可能是孤立无援 唉 天色渐渐黑下来 夜深人静视 院子忽然有了动静 是主子 不要管 周昭帝之前问过秋月 周小乔所住的院子 所以夜晚轻车熟路地 便找了过去 周昭帝走见 借着微弱的月光 可以看到周小乔那张惨白的脸 短短几天的时间 她竟是比之前瘦了一大圈 身体虚弱的好像快不行了 来了 你可看清楚了父母的嘴脸 早就看清楚 我终究不是他们的女儿 他们护着青少女儿 也是属正常 可你叫他们十几年的爹娘 我真的不是他们的女儿吗 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让你试 看你如何选择 塑料帝收了手 从随身带的一个包裹中 拿出一个浴瓶 从浴瓶中倒出一滴药丸 塞到周小乔口中 你的兵不能拖 这屋里太冷了 再这么下去 你可能会拖成大毛病 明日我跟阮夫人 不用 我自己可以 我会让自己好起来的 苏昭帝看着周小乔 他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可是 却倔强 兴傲 即便是在如此境地下 他依旧有着他的性格 好 那你自己解决 你跟阮青霜的身份 来帮你 前几时从湖中被捞出来 就一直迷迷糊糊的 一直在发烫 苏姐姐 你帮我一下吧 我的药 只能恢复你的体力 能让你的身体更好一些 若是治病 需要喝肩服的药 好 我知道 苏姐姐 谢谢你 回到这里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这么想要一个真相 第二日一早 苏大夫 夫人说等上午过后 他再见你 夫人如今有些事情要处理 苏昭帝心中了然 面上 却是和善 好 我等着夫人召见 朱三 阮夫人是去了周小乔的院子 听说今早 周小乔让人给阮夫人 送去了一件东西 阮夫人看到那件东西之后 就急匆匆的去了那座荒芜的院子 苏到底点了点头 周小乔还是有些手段的 只是他对于亲情 向来不屑于用手段而已 苏大夫来了 夫人在等你 请 昨日我实在有些忙 便没顾的伤见苏大夫 不知苏大夫 昨日休息的可好 奴才们伺候的 可还顺心 都好 老夫人挂怀了 再拿下点心来 这齐州有家点心铺子 也是京都连锁的店铺 点心做得不错 你会尝尝 朱大弟点头道谢 听说昨日 你是跟我家那个不听话的小子 一起回来的 啊 刚好在圣公子的一次邀约中 见到了阮公子 也实在是阮公子的长相 跟知府大人太像 我才能认得出来 阮夫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夫人 现在是否要为大小姐诊脉 苏大夫 之前我们也有过接触 我对你呢 很有好感 而且你之前跟我说 把小乔接回来住一段时间 可他如今 他如何了 夫人有话 但说无妨 小乔生病了 病得挺严重的 我之前明明也给他找了大夫 可是不知为何 那些药喝下去 就是不见好 如今却是拖得更重了 所以我想请苏大夫 先给小乔看看 至于双儿再等等也行 娘亲 我怎么能等呢 娘亲 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 我的病也很严重啊 我都日日睡不好觉了 好不容易盼着大夫来了 您却让他先去给周小乔看病 果然 我不是养在您的身边的 您就不疼我 双儿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最心疼的就是你啊 只是 你这不是还好好的吗 周小乔他病得很严重 娘 难道你忘了他要害你的事情了 你吃钱还那么生气 他那么歹毒 你怎么还这么关心他 娘 不行 我现在就要让苏大夫给我看诊 那个周小乔 你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他给你下毒 我们没直接杀了他 已经算是仁慈了 那行 就先让苏大夫给你看诊吧 一会给你看完了 再去看看周小乔 娘 你怎么还要给他看病呢 苏大夫给他看病 简直就是折辱苏大夫了 你要是实在想给他治病 就去外面随便找个大夫吧 还有客人在 不得胡闹 以你便是 苏大夫 你去我的院子吧 去我的院子给我诊脉吧 娘 你就不用过去了 一会二妹会来我院子里陪我的 你身子不好 还是不宜多走动 软夫人对于这个女儿 突然的孝心很感动 拍着软青霜的手点点头 苏大夫 希望你能谨励治好小女 我们现在敌女啊 也就只有双儿一个 所以 你只要治好双儿的病 我们一定会奉上丰厚的诊金 我是大夫 能治 我自然不会推脱 夫人放心 软青霜又哄着软夫人 说了一些好话 然后才带着苏昭弟 出了流云院 竹子 这人哪里想关家小姐 怎么看都跟个 没见识的山村野妇 她本来就是 带着苏昭弟 进入自己的院子 我这院子比较大 你们可要跟好我们 别迷路了 我这个院子啊 可是整个软府之中 最好的院子 对 这都是夫人跟老爷 唐我们家大小姐 才会把最好的院子给小姐 我们小姐用的 什么都是最好的 夏禅以前是侯府的丫鬟 什么样的富贵没见过 听着前面那主仆 两人的说话 忍不住扑齿笑了起来 没规矩的丫头 你笑什么 在本小姐面前 竟然敢如此无礼 来人 给我长嘴 转大小姐 她是我的丫头 若有失礼之处 自然有我教训 就不劳大小姐费心了 苏昭弟 你 不过就是一个丫头而已 你要为了一个丫头 跟本小姐为敌吗 我爹可是知府啊 是这其中最大的官 你真的要得罪我吗 我是大夫 若是大小姐不需要看诊 那就回了夫人就好 说实话 我那衣管其实也挺忙的 见苏昭弟丝毫不给他面子 转轻双打怒 这是谁惹我们大姐生气了 我这才到门外 就听到大姐的声音了 大姐这是跟谁生气呢 你昨儿跟我说 今日要看诊 我这不早早的就过来了 刚才是哪个不长眼的小蹄子 惹大姐生气了 不听话 说实了就是 跟他们生气 不止当的 算了 本小姐不跟一个丫头计较了 苏大夫 先来给我看诊吧 转轻双说完 便转身进了屋子 想必这位就是苏大夫了 我大姐是嫡女 在家里难免骄纵些 苏大夫不要介意 平日她处罚 吓人都是往私里打的 今日也算是收敛脾气了 苏大夫 还是先进去给我大姐看诊吧 她那病也脱不脱 好 这软轻双的病 苏大夫之前其实就有所猜测 不过当时听的是那方面的病时 她心中对这个软轻双 更是觉得厌恶 她诊脉之后 眉心便醋了起来 我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最近觉得 肚子也开始疼了 而且很不舒服 大小姐没事 我开个方子 先调理吧 等等 你这个佣医 你也治不了我的病是不是 我明明身子不舒服 你却说我没病 是怎么可能呢 你根本就不会一病吧 佣医 苏大夫 我大姐的病是不是很严重啊 其实你不敢告知她 我也能够理解 不知苏大夫可告知我 我好禀报母亲 让母亲有个心理准备 我什么时候说她病得很严重了 我不是说吃药条理吗 二小姐没听明白 还是说 你很希望大小姐的病医不好 我可没这么想过 苏大夫你可别胡说 我一个庶女 这些话你可是要害我的 我跟大姐关系那么好 我自然是希望她好的 若不是担心她 我又何苦一大早的来这等着 是吗 二小姐 不知道你跟这府中原来的那位大小姐 关系如何 你知道这府中原来的大小姐 不过是听阮夫人提过一嗓子而已 二小姐性情如此温柔 跟原来的那位大小姐相处的 应该还不错吧 苏大夫 我劝你还是不要在府中再提原来的那位大小姐了 因为我大姐不喜欢听到关于原来那人的一丁点话 苏是传到她耳朵里 她铁定是要发脾气的 无妨 我不过也是好奇而已 我尤其好奇的是二小姐 紧紧的 苏娘应试 老是梦到小时候 不知是不是突然回了家 不对 这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不过生活了十几年 老是会梦到小时候在这院子里玩耍 天娘也经常陪着我 我记得 有一次我的风筝飞了 下人们去找 也没找回来 我很伤心的哭个没完 后来娘亲带着家里的婆子丫鬟们 给我做了两个好看的风筝 可惜 我离开时不让带走 也不知道 转夫人在一旁听的落泪 别多想了 以后你就安心住下 就算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你也是我们的女儿 转夫永远都是你的家 娘 没事的 一定能好起来的 娘也是心疼你的 你可是我们从小就养到大的女儿 苏昭弟给周小乔整完脉 看到母女两人的模样 叹了口气的 这位姑娘的病有些重 怕是需要一些撤疏的方法 才能治愈 苏大夫 你说的是什么方法 只要能治好小乔 我们愿意多出些银子 夫人 不是银子的问题 这位姑娘有中毒现象 需要亲近男子的血做药引 方能解毒 亲近男子的血 这小乔还未出格 哪有亲近的男子呢 姑娘 你爹爹或者兄长应该是可以的 亲人自是亲近之人 应该是可以的 我爹跟兄长们还都在村子里 我还是回去再治吧 转夫人看着周小乔那惨白的脸 心里也不是滋味 这样吧 我立刻派人去把小乔的兄长接过来 用他的血给小乔做药引 转夫人还话为说完 周小乔就剧烈的咳嗽起来 而且一口咳了血出来 人便晕了过去 小乔 苏大夫 怎么回事 苏昭弟脸上竟是凝重之色 怕是来不及等他兄长来了 这小乔姑娘已经毒发了 若是晚上之前 还无法配出解毒的药的话 她怕是 中毒 这怎么可能呢 她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呀 她说到这里 自己先顿住了 她是知府夫人 这宅院中的事 自是也知道的 可是周小乔如今只是个农女 为何有人要害她呢 我是大夫 至于小乔姑娘为何会中毒 这个我不清楚 不过夫人还是拿主意 到底要不要救治 当然救啊 可是苏大夫 如今小乔的哥哥们 根本赶不过来 这要引药怎么办 苏大夫也是一点的凝重 苏大夫可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尽管说 双二 不对 是小乔 我养了十几年 若能救她 我一定会救 夫人 我想问小乔姑娘之前在府中时 跟知府大人的关系如何 好 他们父女关系一直不错 老爷也非常疼爱受 这个女儿可是我们没有想到 她竟然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 那就用知府大人的血吧 如今也只能一事了 不过就是不知知府大人是否愿意 夫人放心 我给你们保证 直居几滴 绝对不会伤到知府大人的身体 不是说要亲缘之人吗 这我家老爷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这怎么可以呢 夫人 我说的明明是亲近的男子 可不一定是亲属啊 是我太着急记错了 说老爷的血真的能救小乔 他应该也是愿意的 我去跟他说 阮夫人坐在周小乔的床边 握着他的手 不用怕 娘会救你的 你不会有事的 阮夫人跟周小乔说了几句话 便匆匆去找阮之府了 主子 院子外有几个人探头探脑的张望 苏赵地眼睛窝窝眯眯眯起 看了一眼已经缓缓睁开眼睛的周小乔 看来不会顺利啊 你爹就算肯为你耗费他那几滴血 怕也是要有人阻拦了 苏姐姐 是我没用 我回来这么多天了 没能查出什么来 还把自己弄成了这样 还得你来救我 随后 他便给苏赵地讲述了 他来到阮府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这病 并不完全是因为莲花池落水造成的 而是之前阮青霜曾带人来打他 几乎隔一两日就回来打他一次 有一次脸上带了伤 阮夫人便询问他 周小乔本是想说的 可是被阮湘芸给提前堵了回来 他也了解自己的母亲 那时候即便说了 他也根本不会相信他 别看我娘 她现在看起来关心我 但若真触及到他们的亲生女儿 他们根本不会管我的死活 既然看清楚了 那就别那么傻的去相信 有时候偶尔的小算计 却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我 真的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吗 我不知道 我之前就说过 本事让你来阮府调查一下 不过既然你什么也没调查出来 那我们就用最直接的方法 苏宁走下来 站在门口的 主子 那人离开了 跟上他 看看他到底是哪个院子的眼线 其实 苏昭帝心里有所猜测 不过还是想确认一下 不一会儿苏宁回来禀报的 主子 确实去了阮二小姐的院子 而且阮二小姐得到消息之后 便急匆匆的去了会姨娘的院子 看来是去商量对策去了 苏姐姐 我爹 她真的会来吗 看来会姨娘马上就要去找她了 不用担心 夫人不会让她去见知府大人的 一直等到快傍晚的时候 周小乔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眼中的希望也开始一点点的消散 这就是我奢望 本就不是亲生骨肉 他们对我早就不一样 哪里会真的管我呢 苏昭帝皱若眉 也看着安静的院子 有些疑惑 按道理来说 阮夫人应该有能力拦下会姨娘的 怎么现在都没来 主子 怎么回事 为何知府大人现在都没来 大小姐忽然昏迷不醒了 而且大小姐院子里的丫头说 是主子从她家小姐院子里离开后 大小姐就开始呕吐昏迷了 请了大夫来说是中毒 果然有些手段 那就是说 现在阮夫人跟知府大人 都在大小姐的院子里吗 是 而且现在也有家中 仆役正朝这边过来 说要抓主子 你是害大小姐的嫌疑人 李屋传来周小乔 撕心裂肺的咳嗽声 苏昭帝抿着唇 对柳青豁了挥手 转身进了李屋 苏姐姐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你赶紧走吧 再不走就晚了 放心吧 一个中毒而已 我去看看 你先休息 晚上之前我会赶回来 周小乔的身体很不好 苏昭帝把夏蝉 留下来照顾他 不过 在苏昭帝走后 周小乔就让夏蝉扶着他 挣扎着夏了体 便也朝软轻霜的院子 赶了过去 双儿 我的双儿啊 舌娘害了你啊 舌娘害了你啊 你是大夫呀 你怎么个如此的害人性命 你怎么如此歹毒呀 夫人 让我看看 或许还能救过来 你还敢来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女儿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你要置他于死地 你怎么如此不分青红造版 我若是真的要害他 你以为外面那些大夫 能检查得出来我的毒吗 再说了 我还在你们阮府住着呢 我会那么明目张胆的 给你们家大小姐下毒吗 母亲 您不要靠近他 这个苏大夫 好像跟周小乔关系很好 他来我们阮府 可能就是来报复的 您考得太近 他万一伤害您怎么办 对呀 是你 你一开始就在算计我们 你一开始 就是跟周小乔一伙的 去我那看诊的人是你 正午来给阮青霜看诊的 也是你 夫人 您说我一个小小的大夫 有何理由要跟知府大人为敌呢 难道杀了大小姐 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你自然是为了帮周小乔 他对爹娘 对阮家 一直都怀恨在心 这次回来 他就是要报复我们 阮二小姐 要说大小姐死了 对谁最有利 我觉得是你爸 毕竟说大小姐死了 你可就是这府中 唯一的一位小姐了 阮夫人眉心一蹴 他阮香云看过去 阮香云立刻吓得 跪在了阮夫人面前 木芊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跟大姐关系 一直都很好的 我很喜欢大姐的 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呢 老爷 原儿一向乖巧懂事 你就是借他十个胆子 他又不敢谋害敌女啊 这个大夫明显是在胡乱拍摇 一定不能轻意放过他 见阮之父伸手去扶野 跪下来的慧一娘 苏昭帝心中叹息 这阮之父果然是个糊涂蛋 被女人迷惑得看不清真相 你刚才说能救我的女儿 是真的还是假的 让你诊治有条件 若我的女儿救不过来 你就给他陪葬吧 若是你们在他刚昏迷的时候 就去找我 我能保证能救回他 可是现在独入葬府 想要救治并不容易 我只能一试 苏昭帝说完 便坐在了床边 先是翻开软轻松的眼皮 看了看 确实是快死了 不过 似乎还有口气没散 他又开始诊脉 屋中的吵闹声 却并未停下来 阮香云还在哭哭啼啼的 说自己冤枉 说苏昭帝想要往他身上 扑丧水 霍姨娘也跟着哭 跟阮之父说 阮香云如何如何乖巧 如何如何有才华 苏昭帝诊脉被如此吵闹 不由皱了皱眉 你们两个给我闭嘴 再敢好 就跟他一起下大狱去 被他这一嗓子一喊 阮香云跟霍姨娘 立刻全都晋升 苏昭帝拿出银针 便准备下针 你这是干什么 大小姐都已经死了 你这样对他用针 你到底是何剧心 作者弟弟都没有理会他 稳稳的下针 我比较想知道的是 慧姨娘 你是什么剧心 你不希望我把大小姐救治过来吗 几次三番阻止我 夫人不要相信她 我也是很喜爱大小姐的 我怎么会不希望 大小姐醒过来呢 是啊 你说你们为什么不希望 大小姐苏醒呢 或许是因为 大小姐知道一些什么秘密不成 没规矩的东西 你居然敢如此诬蔑我 苏昭帝手腕一翻 一根银针便扎在了霍姨娘的胳膊之上 顿时 她惊叫了一声 随后整个人便瘫软到了地上 她趴在地上 像是什么软体动物一样 似乎全身的骨头都没有了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骨头 我娘 我娘她没有骨头了 软的 怎么是软的 一众丫鬟婆子 文言也全都吓得脸色苍白 被软知府呵斥了一声吼 才有几人过去俘获姨娘 一根银针 这女子只是用一根银针 竟就能把人全身的骨头都化去了不成 软知府愤怒的便准备让人拿了塑造地 不过 软夫人死死的护在塑造地身边 水赶过来 她就打水 你对我娘做了什么 你赶紧把那针给拔掉 你可别乱动 银针刺激穴位 你就算把银针拔出来 也无济于事 而且还会因为找不到原来的银针位置 而使你娘永远变成这样 软香云捏住银针的手 立刻收了回来 吓得更是退后了两步 你确定惠儿还能好起来吗 不然的话 苏昭帝 即使你救活了我的女儿 我也还会让你陪葬 不只是你 还有 知府大人 有些话还是别说出来的好 虽然你这软府对我有些价值 但却不能处了我的逆龄 若是你说出那些话 我会毁掉你们阮家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 这种话竟然也敢说 就算你真的医术不错 也不过是一个大夫而已 我爹可是朝廷命官 一个小老百姓威胁朝廷命官 说要毁了他的家 你自己说出来不觉得可笑吗 苏昭帝没有理会阮香云 而是看着阮知府 他的眸中透着无尽的寒意 我并不觉得可笑 知府大人 你觉得可笑吗 阮知府虽说是地方官员 但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此时他看着苏昭帝 感受到来自他身上的那种压力 他心头狂跳不止 因为来自苏昭帝的压力 更比他见过的一些 二品大员身上的气势都强大 一个人的气势跟威严 来自于他的实力跟身居的位置 苏昭帝明明只是一个大夫 为何会 为苏昭帝那么盯着 转知府觉得浑身都好像犯着寒意 忍不住扭开头去 什么话也没说 云儿不要招惹他 就在此时 在苏昭帝又一根银针拔出来之后 床上的软青霜竟然咳嗽了一声 霜儿 我的霜儿啊 你醒了 你活过来了 有 有呼吸 有呼吸 我家霜儿真的活了 真的活了 我女儿既然活了 为什么却还是不醒呢 自然是因为毒还在体内 未清除毒素 怎么可能醒呢 我现在帮他拔毒跟去毒 这屋里的人还是不要留这么多了 转知府闻眼 却忍不住皱眉 他望着苏昭帝的眼神中 有着几分戒备 刚才苏昭帝一根银针就把惠仪娘搞成了那副样子 若是屋中没有小丝丫鬟 苏昭帝对他们出手可怎么办 大人放心 我还不想落一个谋害朝廷命官的罪名 而且我跟阮家没有仇怨 为何要害你们 也是一直是有人算计我而已 当然 也是因为我出现在阮府才会被算计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扶着姨娘先下去休息 一会儿会让苏大夫去给她诊治 转湘芸站在那里依旧不动 母亲 可是湘芸做错了什么 惹得母亲如此动怒 她虽然是跟阮夫人说话 可是眼睛却是看着阮之斧的 这个堤母不待见他们母女 她自然知道 但是阮之斧还是很心疼她这个女儿的 这种时候自然要让她心疼 阮夫人平日里其实也不会苛待数子数女 但是今日她情绪起伏太大 险些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她现在对着屋里的所有人都有气 可是阮之斧她不能用她出气 苏昭帝还需要她给阮青霜拔毒 那就只能这个还在这装可怜 装柔弱的阮香云 好欺负 给我滚出去 打扰了我女儿拔毒 我就找人牙子 把你们母女都给发卖出去 阮香云文言 脸色一白 委屈的看了阮之斧一眼 便离开了 怎么拔毒啊 云锦 去端一盆清水来 苏昭帝在阮青霜身上 几处穴外都扎了针 随后 从她的药箱中拿出一柄小刀 在阮青霜手腕上划出一个十字的伤口 伤口才出现 便用血冒出来 这 这就是毒 好在这毒似乎吓得有些匆忙 应该是临时起义 所以量并不是很多 毒发作快 但毒性却不是很强 所以大小姐才能救过来 姐又留了一会儿 变红色了 老爷你看 红色了 小梅 再去端一碗水来 记得要完全的清水 为何还要一碗清水 难道这毒还没拔出干净吗 我一会儿再给夫人解释 就在此时 周小乔在下沉的搀扶下 居然闯了进来 大小姐正在拔毒 你不能进去 周小乔 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你现在没资格进入这间院子 爹 娘 你们不要伤害苏大夫 他不可能会害人的 不是他 他刚才一直都在我那儿的 是我错了 我不该再回来的 是我的错 你们要罚要杀 你们罚我 杀我就好了 不要伤害苏大夫 他是个好人 他不该受这样的冤枉 本夫人看到周小乔 在想起他之前 也是躺在床上 快不行了 老爷 你救救小乔 他也病得很严重 夫人 他身体好得很 刚才把二小姐的手都给咬烂了 他肯定是骗您的 父亲母亲 我没事 就是他不该闯进来打扰你们给大姐拔毒 现在大姐中毒这么严重 还是先拔毒吧 大姐可是我们阮府的大小姐 这周小乔不过一个农家女 健皮健肉的 也不知道能浪费时间 像白耽搁了给大姐拔毒 阮大人 阮夫人 你们罚我吧 你们杀了我吧 是我的错 你们不要冤我了 苏大夫 给我住手 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主母吗 不知道的以为阮家是你阮湘云当家了 母亲误会了 女儿怎么敢呢 我可没那个意思 行了 这双儿不是没事了吗 你怎么还这么大的脾气 袁儿也是担心她大姐 你怎么就不领情呢 你病得很严重 你也是中毒 你出来干什么呀 我之前说你若没有亲近之人帮你的话 你活不过今晚的 苏大夫 我不能连累你 我可能早就该死了 我活了十几年 可能都是个错误 我 阮夫人听到这些话 心里也很难受 走过来握住周小乔的手 说道 小乔 你刚才喊我娘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会好起来的 对不起 阮夫人 我刚才冒犯 没有冒犯 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女儿 不用改 之前是我们不好 我们不会让你死的 爹爹 大姐没事了吗 我们还是让其他大夫给瞧一下吧 这个苏 她没说下去 可能意思很明显 就是在说 苏昭弟不可信 这是干什么 为何要一碗清水 二小姐难道不知道 我要清水干什么吗 我又不是大夫 我怎么会知道 苏大夫明边上是医者 谁知道暗地里是什么模样呢 知府大人 不管怎么说 小乔姑娘 也是你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我想知府大人也不会忍心 看她真的中毒身亡吧 现在天已经黑了 马上解读时间就过了 您可愿意救她一次 老爷 您救救她吧 毕竟是我们养大的女儿啊 就算她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而且我相信 那件事情肯定也不是小乔做的 她从小就那么善良 怎么会真的要害我们呢 老爷 求求您救救小姐吧 小姐她一直都很敬重 更爱你们的呀 她现在要死了 求老爷救救她吧 老爷 先生也求你 哎呀 你这是做什么 赶紧起来 不就几滴血吗 苏大夫你说 如何救 爹爹 不可以 这会伤害你的身体呢 周小乔 她都不是我们家的人了 你怎么能为了她 伤害自己的身体呢 你给我滚开 铁个庶女 这什么时候 有你说话的份了 给我滚回你的院子里去 大人 我在你手指上刺一针 只要几滴血就行 她说着 便抓了阮之府的手腕 在阮香云紧张的目光中 在她的食指上刺了一针 苏大夫 你这治病的法子 怎么跟滴血验亲似的呢 爹爹 他是骗你的 这个女人要害你吗 在他说话时 苏昭弟已经快速 抓起周小乔的手指 一针刺了下去 知府大人别误会 一会儿这碗水 是要用来煎药的 二小姐怎么急成这样 难道你知道 周小乔的血 跟知府大人的血 是能融在一起的不成 这怎么会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是小姐 她才是我们的小姐呀 夫人 她是双二小姐呀 转香云听到这句话 身子一软 险些直接瘫倒在地上 不过再强制镇定下来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 明明我们之前验过的 是双二 不对 是小乔 不是 是双二 不是的 明明之前不能融的 她的血才能融的 她指着躺在床上 还没有醒过来的软青霜 小梅抹了一把眼泪 端起那碗 就走到了床边 你要做什么 小梅像是没听到她的怒吼 抓了软青霜的手指 就刺了一针 当软青霜的那滴血 滴入碗中后 所有人的目光 便都盯着那碗水 那血慢慢下沉 在水中晕开血色 却无法与碗底的那两滴相融 怎么可能 这 双二 我的双二才是我们的女儿 可是 那她 这怎么会这样呢 明明母亲说 大姐肩膀上有个胎记的 但是她 夫人 知福大人 胎记呢 便不是说不会消退 有些孩子一出生时 身上会有红色的胎记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胎记也会消失 有些则会伴随一辈子 那之前呢 我们之前验过的 当时双儿的血 是不能跟老爷融合的 反而是 为什么 这次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 那是因为 有人在水中做了手脚 这滴血验亲 真的也可以做手脚吗 我们那么多人看着 怎么做手脚 自然是能的 大人 我想问一下 你们之前滴血验亲时 是否用的是同一碗水 不是 当时是若慧那个狐妹子说 两个碗看得清楚 也不会搞混了 以免出错 所以当时老爷滴了两滴血 周小乔的融了 双儿的却没能相容 当时我都不敢相信 把这老爷跟双儿 又挤了好几滴血 可是都不能相容 那我就可以肯定 你们当时滴血验亲时 确实是被人做了手脚 怎么做手脚 谁这么大的胆子 该如此做 二小姐 你说什么方法 让两个没有亲缘关系的人的血相容呢 我怎么会知道 我又不是大夫 你什么意思 再说了 滴血验亲这种事 也从未听说过还能做手脚 你根本就是在威严送听而已 二小姐别激动 我不过随便问问 不过滴血验亲嘛 自然是能做手脚的 那是因为周小乔的那碗水中 加了白帆 而原本的大小姐的那碗水中 加入了盐或者醋 既然是可以做手脚的 苏大夫又怎么证明 是之前验亲时的水有问题 而不是你眼前的这碗水有问题呢 自然是因为 之前验亲时的血 是会酿准备的 二小姐如此着急 难道不是因为心中有鬼吗 你少污蔑我 我能有什么鬼啊 我一直都安分手起 跟大姐更是姊妹情深 我如何会害她 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 小梅你别哭了 按照我说的 去准备一碗加盐的水 再准备一碗 产有白帆的水 我给大人跟夫人看看 还有二小姐 不然 她根本就不会承认 我想大人也明白 就算不用做实验了 谁是你的亲生女儿 也是清楚明了的 因为你们刚才用的是同一碗水 若是真加了东西 就绝对不会出现一个相容 一个不相容的情况 苏昭帝说的这点 阮之福自然是知道的 她只是有些不敢相信 更不敢去面对 这个被他们赶出家门 之后接回来 又任由一个 浓女欺辱的亲生女儿而已 足着地坐在桌边 提笔写方子 写好之后 按照方子抓药 这血要渗入水中用来煎药 做样子还是要的 虽然她知道阮之福 或许心知肚明 我到底是谁 阮青霜 我是阮青霜吗 我的女儿啊 是娘不好 娘的错 我竟然以为那个农女是我的女儿 娘错了 我差点就伤害了我的女儿啊 爹 我真的从来没有害过你们 即便那时候你们说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可你们把我养大的呀 我 双眼 我的双眼 双眼 苏大夫 大夫 快看看我的女儿 她怎么了 她吓得惊叫 阮之福也赶紧过来抱起阮青霜 就要把她往床上放 可是假的阮青霜却还在床上躺着 然后抓住假阮青霜的一条胳膊 用力一扯 就把她给扔到了地上去了 小梅很快回来了 阮之福虽然知道了结果 而且心里也相信了 可却还是最先拿针刺了自己 这碗加的是盐 夏蝉把右边那碗加了白凡的碗 端到地上的假青霜面前 也刺了她一针 血渐渐地在水中晕开 软之福的那滴血跟床上软青霜的 并不能相容 可跟那个假的却相容了 双眼 娘糊涂啊 竟然相信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我糊涂啊 娘 我怎么睡到地上了 你们这些狗奴才都不想活了 全然都不扶我起来 阮小云 你赶紧过来扶我起来 娘 你干什么呀 是谁让这个贱人占我的床的 贱人 贱人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我看他 就是没有吃够苦头 来人 给我准备针 我这次要在她身上扎满针眼 我这次要在她身上扎满针眼 好